去年中NASA发射的立方卫星大约只有一个波路大小建立月球门户前进太空总统宣示台湾不能缺席 全新的太空时代台湾一定不会缺席 10年内投入251亿元和民间携手共同打造强任的太空产业国家队 上个月总统出席国家太空中心接牌宣示太空时代台湾不缺席 而马斯克援助乌克兰的写年计划成为突破点 立法院法治局建议第一岛链关键枢纽战略意涵 应该进化调节到第一星链的新型战略思维 也就是说只要台湾具备自主发射为卫星正取的能力 再结合有我国家的主力卫星可形成绵密坚实的太空防护网 并减轻分担地面部队海空军追尖守卫压力有效提升战力 冰冻一带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射场 因为它比较靠近低纬度的位置 可以利用地球的自转的这个离心力 那这样发射卫星它的燃料可以期待比较少 也就是可以让它仇宅多一点 一个是地缘政治另外是科技类 那再这样的话但是可以互相搭配 所谓第一岛链是从日本流球台湾到菲律宾的广泛海域 其中关键就是位于中枢的台湾掌握重要战略地位 台湾身处平面的第一岛链的一个核心位置 那么也希望能够在第一星链当中占据重要的一个位置 卫星的设计制造当中有一定的一个能力 那目前也发射过好几颗台湾自产的一个卫星 可是在整个发射能力当中似乎还有待加强 更精准更快速的来发展太空的相关的监测系统 那我想会对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会有更大的帮助 太空时代除了陆海空之外 制太空全的掌握也成为台湾的核心战略 地编新闻周一峰 你家会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